嘿 大家好 我是Roka 各位 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不知道各位是年終領寶寶還是紅包準備領寶寶 那在領紅包或者領年終之後 記得一件事情 很多遊戲今年還是要好好地規劃一下好不好 包含在過年當中 可能你現在正帶著錢準備要去電玩店去大買遊戲 甚至是要上一些數位網站去購買遊戲的時候 我這邊有一些小小推薦的部分 就讓你來稍微地參考一下啦 OK 那麼首先不免數大先來推薦一下年度型的訂閱制服務 如果是以年終跟紅包錢來直接付一年 我想應該是最不痛的選擇 其中有PS PLUS 跟 SBOX GAME PASS 這兩個都會有蠻多的新舊3A大作可以玩 也可以玩上一整年的聯網服務啦 那NSO的話它算是走一個比較富無的風格 FC啦 SFC N64 MD 比較重要的還是一整年的聯網遊戲服務 各位可以依照預算跟擁有的平台來做一個打算 一次一年份價格最優 也保證可以玩到明年8年中發紅包的時候啦 那遊戲的話 老任的eShop這次有做了10款的新春七折特價 有一些發售的時間比較久一點 大家還是可以看一下價格啦 到底數位版有沒有比較便宜喔 再來決定要入手數位版的還是實體版 我自己比較推薦的有幾款 像是瑪利歐派對超級巨星 玩家人數可以1到4個人 這是一款以瑪利歐為主題的百款派對小遊戲喔 整體來說算是好上手輕鬆有趣 短時間就可以結束掉一場競賽 不管是過年拿出來啦 或者是其他的家庭聚會 朋友同學的聚會 也都可以拿出來讓大家玩在一起 瑪利歐奧德賽玩家人數1到2個 啊這個就是比較舊一點的遊戲了 但是內容真的非常強大 所以還沒玩過的都可以試試看 它以各種主題來製作出的場景喔 會有一些像是水的啊 或者是森林的啊 或者是都市的啦 那讓玩家來控制 瑪利歐跟那頂帽子合作探險過關 兩個人一起遊戲的話 控制帽子的玩家呢 會比較像是輔助角色 所以會更加適合在親子互動的時候 拿出來合力冒險過關 世界遊戲大拳51 玩家人數1到4個 它是結合了超過50款的桌上遊戲喔 有黑白旗、西洋旗、跳旗、五指旗、曝克、保齡球、坦克對決、玩具拳擊、日麻、六連珠、飛鏢等等等等 那每一種遊戲的玩法都一樣非常簡單好上手 如果有兩台以上的Switch還可以連動一起玩 欺露旅人玩家人數1個 這是一款以HD2D的畫面搭配8個旅人霸斷故事的角色扮演遊戲 整體的故事非常的豐富有趣 搭配需要思考的回合制戰鬥跟各種的策略技巧 讓玩家在一邊咀嚼故事的內容也可以一邊燒燒腦來進行一些戰鬥 今年會再推出第二代 所以可以趁著新年的假期去補一波初代的內容喔 健身拳擊2 玩家人數1到2個 它收錄了各種的拳擊動作 畫面中的教練會來教導我們如何跟著他一起進行拳擊的運動 玩家主要就是握著Joycon以旗桿的方式來進行遊戲 大雨大肉的新年假期來一款可以努力運動的遊戲也非常不錯 密特羅德生存恐懼 玩家人數1人 正宗的銀河戰士續作 玩家在這邊要以非常優異的操作來完成各種解謎以及擊敗對手的挑戰 這款玩起來某些橋段會讓人比較緊張 需要躲一些很難躲掉的敵人 那該有的帥氣動作場面也算是非常帥氣刺激 解謎的成份有一點點燒腦喔 只有完成問題的挑戰才能夠讓他的劇情繼續往前 另外這邊我還有準備了好幾款遊戲喔 簡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內容真的非常簡短 如果說大家要看一些遊戲開箱比較長的心得影片的話 也可以再去搜尋這個遊戲名稱應該都可以找得到 首先第一款是Nintendo Switch運動 玩家人數1到4個 以6加1款的體感運動遊戲組合而成 網球、羽球、排球、極劍、保齡球、足球、高爾夫 畫面清新不過度的絢麗 可以用很輕鬆的方式跟家人來一場體育競賽 整個體感的控制非常良好 而且揮舞的感應也非常的敏銳 一樣推薦給想要動一動的朋友來入手 Let's get fit 玩家人數1人 這是一款稍微新一點的體感運動遊戲 遊戲中搭配的教練會有不同的運動強度 配合畫面中來做一點運動的話 一樣可以訓練到自己想要強化的地方 我自己是有稍微玩了一下 有些動作看起來不怎麼樣 但實際上跟著做呢 光是撐在幾秒鐘就很需要毅力 所以如果你是很想要運動的 而且是做一些比較不用那麼大幅度的 這款遊戲也會推薦給你 死亡鬼屋重製版 玩家人數1到2人 玩家可以利用Jaycon的陀螺儀功能 來瞄準畫面去打擊各種怪物 這算是一個早期的光線槍類型的遊戲 不過現在呢 是以陀螺儀的技術來做一種取代 經由重製之後啊 讓畫面更好 動作也更流暢 那就玩法上來說 也算是近代遊戲中呢 頗具特色的一個存在 愛爾登法環 遊戲人數1人 也支援到聯網降難度啦 那魂系的超級代表作 去年奪下無數的獎項 遊戲內容豐富度跟深度 還有包含開放式世界的玩法 可以說是很少千均的等級 但還沒有接觸過魂系的玩家 倒是得要做一點心理準備 因為這款遊戲 雖然說是被稱為魂系最簡單的作品 但是滿滿的音高驚喜 也是需要更強大的心理素質 才能扛得住啊 先知卡比探索發現 玩家人數1-2人 這是畫質大幅提升的一代 卡比在這邊呢 也可以吞下各種物品 幻化成各種不同的工具前進 像是變成汽車 變成梯子 變成販賣機 每個造型都會有不同的能力可以運用 跟瓦豆乳提一起搭配 就可以來進行各種超華麗的冒險啦 大風11 玩家人數1-4人 說到這類型的遊戲 大概就是兩個選擇 一個是用左右來玩 一個是用電腦或者是遊戲主機來玩 玩家在這邊呢 可以運用各種方式 還可以立下各種不同的規則 來達成大富翁的目的 拼點運氣 拼點經營思考模式 整體呢 也是非常輕鬆趣味性十足 如果想要成為大富翁的朋友 就來玩玩大富翁吧 太古之達人 東東雷雲記 玩家人數1-4人 太古達人的正宗續作 遊戲以各種節奏的按壓 或者是敲擊鼓面的方式進行 搭配的樂曲呢 多是有名的動漫動畫 以及原創的歌曲 遊戲中除了正常的敲鼓遊戲以外 也會有變異出來的歡樂小遊戲可以選擇 對於音樂節奏類有愛的朋友 就可以入手來挑戰一波 雙人成型 玩家人數限定兩人 這是一款該說是非對稱式的合作遊戲吧 他限定兩個玩家一起來挑戰 而且兩個人呢 除了是各自扮演夫妻其中一人的角色以外 他需要合作去執行的動作也不太一樣 也只能夠透過完美無瑕的合作方式呢 才能夠觀光朗過觀光過 達成遊戲中最主要的任務 也順便再撮合兩夫妻的感情啦 雪靈兄弟玩家人數一到兩人 這是一款老遊戲的翻新版本 除了忠實呈現出早期的關卡 後面也有再添加出一些新的元素 甚至讓玩家可以操作各種的怪物 來進行遊戲中的關卡挑戰 重點是兩個人可以一起去擊敗敵兒達 就非常適合給家中有幾個孩子的 那種兄弟姐妹一起玩的選擇啦 人者規徐瑞德的復仇 玩家人數一到四人 人者規系列的最新作品 雖然看畫面好像又是幾十年前的遊戲 但實際上呢 他也是增加了不少新的元素 也可以一口氣讓四位玩家一起合作過關 身為一個爸爸的玩家呢 也別忘記邊玩這款遊戲啊 邊去告訴自己的小孩 自己當年在玩遊戲的一些故事啦 熱血三國志玩家人數一到兩人 以三國志為題材的熱血系列遊戲 這款的打擊程度呢還不錯 而且也支援到兩位玩家一起合作過關 超多種招式啊可以學來狂墊敵人 就爽度上來說真的是非常高 而且熱血系列的誇張表情啊 跟爆笑對話 在三國志這個題材當中也保留下來 只是有一些武將啊真的是顛覆想像 欸怎麼會變成女生啊 無勇之力玩家人數一個 那這款大家可能會比較沒有聽過 因為它是一款2D像素風格的類魂遊戲 在這邊一樣會有類似體力條精力條的東西 然後跟敵人對上呢就是要在攻擊跟閃避當中去做一點取捨 唯有不中招又控制好精力才能夠順利的擊退敵人 那背景的故事呢會以北歐神話為主 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再看一下我之前的開箱影片 鬼滅之刃火之神血風潭玩家人數1-2人 雖然它是一款動作對戰遊戲 但是掛上鬼滅之刃的內容啊整個就爆強無比 那畫面的風格跟整體的質感都非常的好 故事呢就像是動畫版的藍人包一樣 把經典的橋段完美的串起來 提醒一下如果你是買中文實體版的玩家啊 想要上線去買DLC的話 記得要轉到香港的地區去購買喔 SD鋼彈 雞肉同盟 玩家人數1人 玩家在這邊呢可以操作鋼彈來進行即時的戰鬥 並且透過改裝來增加每一隻鋼彈的能力 那我們會在很多鋼彈著名的場景裡面傳說 主要就是要協助他們把鋼彈導回正式 整體的戰鬥呢算是非常順暢 再搭配上各式的帥氣鋼彈 真的會讓人好像入手來玩玩看啊 米爾自動人型 玩家人數1人 這款的評語真的是非常非常之高 玩家操作2B這個角色呢 真的是非常... 就算是以Switch的主機來玩呢 也可以有非常華麗順暢的戰鬥 而且在收集各種不同類型的武器 以不同的戰鬥技巧來進行戰鬥啦 更可以有種越玩越刺激的感受 那劇情在這邊也是有著許多亮點 等待玩家來親自體驗 航海王時光旅師 玩家人數1人 以回合制的RPG來進行戰鬥的航海王系列作品 那遊戲中的魯夫一行人呢 因故漂流到這座島嶼啊 會有著新故事的架構 跟一邊進行回憶的世界 在這個交織的劇情之間 玩家會面臨到各式的敵人 就要以這種頗有特色的回合制方式來戰鬥 像是一些剪刀石頭布的護客啦 還有一些各種區域的分別啦 在戰鬥結束之後呢 就可以提升魯夫一行的能力 並且來推進所有的主要劇情 戰神諸神黃昏 玩家人數1人 戰神系列正中續作 故事以北歐神話為基礎進行 遊戲整體會以超漂亮超壯觀的畫面呈現 搭配上知識硬板機啦 仿佛就是親身經歷 就視覺聽覺故事架構 全部都非常值得推薦 低平線西域境地 玩家人數1人 以劇情來說呢跟戰神是完全不同 但實際在玩的感覺 我覺得會有點類似的感受 知識硬板機也能夠反映出 拿著不同武器跟做不同動作的回饋 稍微可惜的是當時在推出這款的時候 差不多也推出了艾爾登法環 如果是因為法環還沒有玩到他的 或者是還沒有入手他的 就可以趁著這個機會 再來挑戰一下亞羅伊的世界啦 GT7 玩家人數1-2人 這是一款擬真賽車 以各大廠牌的車種為主 可以在這邊賺錢買車 賽車賺錢 精進自己的駕駛技術 進而去挑戰更多的駕照跟比賽 擬真程度也可以依照 玩家的習慣跟狀況來做調整 像是車損的影響啦 還有各種的消耗等等 再搭配上方向盤還有賽車椅 玩起來會更加的有速度感 瘋狂肚子傳奇派對 玩家人數1-4人 可能說到派對遊戲 大家都會想到瑪莉歐 所以該推薦的該買的可能也都有了 那這款瘋狂肚子傳奇派對 一樣是包含著50款小遊戲 玩法上來說會有點不太一樣 加上瘋狂肚子那種呆呆萌萌的表情 跟人物的主題啦 算是近期派對遊戲中頗有特色的選擇之一 王牌釣手換掉水族館 玩家人數1-4人 它是一款訓練手臂的遊戲 玩家在這邊可以依照各種不同的規則 來進行釣魚比賽 它雖然不是走一個擬真的釣魚遊戲 不過在拋耳到拖魚回來的過程 也可以讓大家玩得非常激烈 並且帶有好幾種不同類型的小遊戲 用類似的玩法也可以蹦出不一樣的火花 Just Dance 2023 玩家人數1-6人 這一代算是近幾年來一個蠻大的改變 玩法一樣是握著Joy-Con或手機 跟著螢幕上的人還有音樂一起跳舞就行 但是系統上是有一點點的改變 像舞池還有一些計算的數值暫時都不見了 訂閱的內容也變得更加容易訂閱 可是系統的翻新狀況也讓歌曲呈現 稍微的比之前還要少一點 不過可以聽到熱血的知名歌曲 一起來舞動身體 我想Just Dance應該也是目前唯一的選擇了吧 異度神劍3 玩家人數1人 這是一款老任獨家的角色扮演遊戲 其實在內容跟劇情上來說也是非常的強大 所以在推薦的人也是有非常的多 而且如果你是異度神劍1跟2的玩家的話 基本上三代應該也屬於一個必玩的狀態 再加上他是老任他們獨家的遊戲 這一款異度神劍3就值得推薦你來帶回家玩玩看 斯普拉頓3 玩家人數1人 玩家主要就是會操作自己的角色 購買各式的武器跟裝備 以七彈的方式來進行各種決鬥 那決鬥方式有很多種啦 你可以解決敵人 你可以塗地板 你可以進行各種不同的任務指示來完成遊戲 他有著單人模式可以進行任務的闖關以外 也有多人模式 我自己個人會比較推薦的是多人遊戲 因為他可以進行四打四的對決 在刺激程度來講 或者是一場遊戲的時間來講 都是一個比較好掌控的狀態 貝歐妮塔3 遊戲人數1人 這款動作遊戲其實跟惡魔獵人是非常相似的 只是主角被換成女性的貝歐妮塔 在這邊他會有非常多種華麗的招式來展現 基本上整款遊戲玩起來的感覺是非常香味 不是 非常的刺激性十足 所以還沒玩過的玩家在這邊也給他一個大大的推薦 寶可夢珠子 玩家人數1人 這是一款寶可夢第九世代的遊戲 最大的特色大概就是他變成了全開放世界的遊戲 而且他的對戰機制新增了太金化 跟玩家一開始就可以騎著神獸來進行遊戲 應該是顛覆了蠻多老玩家的一些想像啦 當然在玩起來我覺得這次玩家給了 他的評價也算是非常的正向 除了一些會小小延遲的狀況以外 好像大致上來說都還算是玩得還不錯啦 OK 那麼在這支影片錄製的同時 其實我們的聖火翔魔路Engage應該也是差不多要推出的時間 所以如果對於聖火翔魔路這個系列的遊戲有愛的話 應該也是適合去把它買回來玩一下 另外還有兩款也是在近期準備推出 一個是薩爾達傳說王國之類 另外一個則是奇路旅人2 這兩款我自己個人也都非常推薦 所以在過年年中跟紅包這一塊的話 也可以稍微規劃一些為之後的遊戲做一些小小的準備啦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簡單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大家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洛卡 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Bye